所以說年底台北市長的選戰民黨方面究竟會議提名衛福部長陳時中還是前交通部長林佳龍呢 現在還出現了趕火車參選的比喻 林佳龍有話中有話的時候一定會準時到站不脫班 陳時中則幽默回應現在都是搭高鐵比奏多 陰系民旦更站出來說搭高鐵又快又準 余代玄京力挺阿中部長林佳龍也是動作頻頻 今天到澎湖拉台有意參選選選長的政國會議員陳惠玲 前交通部長林佳龍跨海道澎湖跟爭取縣長提名的政國會議員陳惠玲同框 拉台鄉挺母雞架勢十足 一起協助來推動 後疫情拼振興早早表態有意參選台北市長看得出林佳龍敘事待發 只是疫情還沒完全結束 傳出陳時中私下表態來得及搭火車就會上場 林佳龍的準時到站說完全是衝著陳時中而來 高鐵又快又準點 陳時中見招拆招參選比喻花招有夠多 高鐵火車怎麼搭政壇各個 話中有話 只要能達到終點 達到目的地 把乘客安全的送達 就是好的運輸工具 不關是國際和會槍都是很好的 高鐵確實是又快又準時 不過回想起來當初高鐵在蓋的時候 國民黨也是一直唱衰 所以高鐵的故事告訴我們 優秀的政策 優秀的人才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說的是高鐵 誇的是陳時中 英系民代出身力挺 外界盛傳民進黨中央已經拍板陳時中選台北 只是疫情還在燒 能不能順利轉換跑道 還是得看最終提名結果 藉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